哈喽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又到了听我们英文绘本的时间 那你们的心情如何啊 我希望你们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来听这个故事 因为老师在跟你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也是用很快乐的心情 那今天我们看的故事叫做 You do 什么是you do啊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是什么事情 你也有怎么样 我也有怎么样 或者是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哦 是小朋友还是大人还是动物呢 那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You do 今天的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小朋友 还有这个小妹妹 她的名字叫做Daisy 那Daisy呢她有一系列的故事哦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很好玩到 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觉得有哦 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也会这个样子哦 当然她第一张图片这个动作呢 相信你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哦 那我们来看一看她又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呢 You do 这个是她的作者 写这本书画这本书的人哦 好 好 这个是妈妈 妈妈跟她说什么 Don't pick your nose Say Daisy's mom Say Daisy's mom 妈妈跟她说 你不要再挖鼻孔了啦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这么说哦 Daisy said You do 她说你有啊 你有挖鼻孔啊 When Say Daisy's mom 妈妈说 我什么时候 In the car on the way to Nanny's Say Daisy 就是在车上我们要去阿嬷家的时候啊 你有挖鼻孔啊 妈妈说 I wasn't picking I was scratching explained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解释说 我没有挖鼻孔 我只是在抓牙 我的鼻子很痒 我这样子抓而已 好,我们看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说 Say Daisy's mom Don't love your soup 你不要这样子大声吸你的汤嘛 不要这样喝你的汤 那么大声 You do Say Daisy Daisy说 你有 你也这么做啊 你也是这么做的啊 You do When Say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说 什么时候啊 On Saturday when we had chicken noodles Say Daisy 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Saturday when we had chicken noodles 我们在喝鸡肉汤的鸡肉面的时候 That's because I'd been to the dentist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说 我那时候会这样子吸那么大声 是因为我才刚刚去看牙齿 我刚看完牙齿 我刚看完牙齿 所以我喝汤的时候 才会这样子很大声嘛 好,妈妈有解释了喔 你看 她叫Daisy不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Daisy都说 You do 你也有啊 你也这么做啊 然后妈妈说 可是我 我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那样子啊 妈妈的解释不一样喔 好 看妈妈又说什么了 Don't leave y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Say Daisy's mom 她说 你不要把衣服都扔在地上嘛 结果你猜Daisy又怎么说了呢 You do Say Daisy 她说你也有啊 When Say Daisy's mom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When 你看他们的对话都是一样的喔 妈妈叫Daisy说不要怎么样 然后Daisy都说 You do 你也有啊 然后妈妈就说 When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你讲话又有证据啊 拿出来 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喔 好 然后Daisy 她记忆力很好 你看她说 Last week when you were going to the party Say Daisy 就是上礼拜啊 上个礼拜你要去一个party的时候 你也把衣服都扔在地上啊 好 好 妈妈的解释是什么呢 I couldn't decide what to wear explained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 她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决定我到底要穿什么啊 所以我就只好这么做了啊 我说的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喔 好 接着我们来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Don't wear your willies in the house Say Daisy's mom 她妈妈说 哎呀你不要把你这个雨鞋穿进来家里嘛 你这个雨鞋是要在外面穿的啊 你怎么把它穿进来的呢 不要这样子穿着走进来 哦 你猜怎么了 Daisy说什么 you do say Daisy 她说 你也有啊 妈妈说 when say Daisy's mom 什么时候啊 又来了 哇 Daisy总是有找到机会反驳她啊 那我们来看看她记得是清不清楚 Last weekend when you came in from the garden say Daisy 她说 上个周末 你从花园走进来的时候 你也是穿着这个雨鞋进来家里啊 That's because I had to fill the watering can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又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她说 因为我那时候在花园里忙嘛 那我要走进来把这个 这个水 浇水的罐子装满啊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你看他们两个坐在sofa上面 妈妈说 Don't keep fidgeting say Daisy's mom 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动来动去嘛 你都不好好坐着 干嘛这样一直动来动去呢 结果Daisy又说 You do 你也有 哦 什么时候啊 妈妈说 when say Daisy's mom in the church at the wedding we went to say Daisy Daisy说 in the church 教会 church 她说在教会啊 我们去参加一个wedding 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子一直动来动去啊 好 妈妈说 that's because the seeds were too hard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说 那是因为那个椅子实在太硬了 我好不舒服 所以我才要一直动来动去啊 都没有办法好好做好 这样子听起来你们觉得她的解释可以接受吗 好像都蛮有道理的哦 好 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电视 妈妈说 don't sit so close to the telly say Daisy's mom 她说 你不要靠电视这么近嘛 你们是不是在家也是一样啊 还是说现在也一样 如果你们距离一幕太近的话 手机还是平板太近的话 请你们要后退一点哦 好 结果妈妈跟Daisy说 不要靠电视这么近的时候 当然Daisy也会跟她说 你也有 妈妈回答 when say Daisy's mom 什么时候啊 when you were watching that soapy film say Daisy Daisy跟妈妈说 当你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啊 就是你们很爱看的那种 连续剧那种 然后你还哭咧 妈妈说 I didn't have my contact lenses in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说 那是因为我 我忘了戴我的隐形眼镜啦 你们觉得这样子说法 你们会接受吗 每次妈妈叫Daisy 不要做什么的时候 结果Daisy都发现了 妈妈也是做了什么事情 嗯 是不是在家也是一样啊 好像哦 可是大人好像都有不一样的解释耶 那我们来看看Daisy该怎么办呢 哦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Don't talk with your mouthful say Daisy's mom 哇 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常常犯的 吃东西嘴巴里面还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 结果Daisy她说 You do say Daisy 你也有啊 When say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说 什么时候啊 好 Daisy回答说 When your jacket potato was too hot say Daisy 你的这个jacket potato 这个jacket potato 这个jacket potato 就是这个马铃薯 拿去烤箱里烤得软软的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些馅料 我等一下找图片给你们看哦 好 妈妈说什么 I wasn't talking I was blowing explained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她说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在吹气而已 它太烫了 我把它放到嘴巴里面 它好烫哦 我就一直吹它 我并没有在说话啊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jacket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jacket potato 这样什么样子哦 这也是一个我很喜欢吃的东西哦 接着呢 又来了 好 这一次又怎么了 你看Daisy在沙发上 你们觉得她在做什么事情啊 你们在家是不是也会这个样子 做也不好好做 又这样躺也不好好躺 这样子扭来扭去 爬来爬去的 好妈妈说 Don't lull up say Daisy's mom 妈妈说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滚来滚去 又滚爬 就是在沙发这样子扭来扭去的 又不好好坐着 好妈妈 结果Daisy说了 You do 你也有啊 你也一样啊 你也这么做啊 say Daisy When 什么时候 say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也说 Last Monday evening say Daisy 哦她好厉害哦 她把什么时候记得非常清楚 她说上个礼拜一的晚上 你也有这样子啊 哦 妈妈也记得啊 她说 I'd just done my exercise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说 哦 因为我刚运动完啊 所以我才这样子躺在沙发上 就是要做也不是要躺也不是 你们想一想那是什么样的动作 就像Daisy这样 看妈妈也是 你也不做好 你还敢说我 真是的 好妈妈又说了 Don't eat all the nice ones say Daisy's mom 好妈妈说什么啊 这个biscuit是饼干 饼干 这种饼干呢 它一盒里面有好多种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也一样 都挑自己喜欢的 妈妈说 你们不要只挑你喜欢的啊 那一盒里面总是有你觉得好的 或者是你觉得不好的 一定是你看像这个有果酱的 我也是最喜欢的 如果一整盒里面有这种中间有果酱的 我一定是先吃这一个 那有一些是巧克力的啊 有一些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啊 那个没有什么味道的一定都没有人爱吃 每次都只剩下那一些 那这一种比较受欢迎的呢 一定都很快被挑走 妈妈说你不可以这样啊 你不能只挑你喜欢吃的这样子吃啊 结果Daisy呢 一点都不意外 她说了 you do 你也一样哦 say Daisy when say Daisy's mom Daisy妈妈说什么时候啊 我什么时候这样做啦 all the time say Daisy 她说你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哦 that's because I only like the nice one explained Daisy's mom 妈妈解释道 因为我只喜欢吃这个 比较好吃的 跟我一样哦 我也喜欢吃这个有果酱的 这样子做有什么不对吗 嗯 这个饼干哦 等一下我也跟那个jacket potato 样子好给你们看好吗 好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don't keep saying you do say Daisy's mom Daisy的妈妈说 你不要一直说我也有啊 you do chockled Daisy Daisy说 你也是一直这样跟我说的啊 怎么办咧 哦 妈妈想到了一个方法 Daisy's mom put her hands on her hips and looked at Daisy straight in the eyes 哦 这个表情是有一点生气咯 她把她的手插在她的腰上 眼睛呢直直的看着Daisy I do not keep saying you do you do 我才没有这样子咧 我才没有一直说你也有咧 是你 你才一直说你也有 you just say twice daisy giggled Daisy Daisy她一边笑一边说 哈哈哈哈你刚刚讲了两次你 你也有 你才说你也有咧 哦 最后呢 right who deserve a good tickling loved Daisy's mom chasing Daisy into the garden 好吧 妈妈转换心情咯 她说 那谁呢 谁 谁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玩的搔痒 oh Taisy很喜欢被搔痒 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被搔痒 好 Daisy's growth I do I do 好 她这次不是说我也要 我也 她这次不是说你也 你也有咧 你也要 她这次是说我我我 她本来前面都说 跟妈妈说 you do you do 是你 你有 结果呢 她这次不是说you do 她是说 I do I do 她说我我我 我要 我要 我喜欢 好 这个故事讲完咯 你们喜欢吗 是不是在你们身上 也常常发生这一些事情咧 大人叫你们说 你不要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你们也会跟大人说 可是你也有啊 你也这样啊 然后大人就会生气 你不可以一直说这样子 我也有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 刚刚我说要给你们看的那些东西 第一个呢 是jacket potato 在这边 好 因为老师找的书啊 这些书是 嗯 是英国的书 那有一些食物是在那边出现的 那我希望也可以让你们跟你们分享 这个是jacket potato 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是小朋友呢 那边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 吃午餐有时候也会吃这个东西哦 他们去 比如说有去同学家里啊 同学的妈妈也会准备这个给他们吃 那我们台湾也有 有些地方有卖啊 我之前在夜市也有看到 这个jacket potato 它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 好 好 他把这个马铃薯哦 切开 煮熟的哦 有的会在水里面先煮过 那后来 切开之后里面放一些东西 这个是cheese 还有一些奶油 然后再放一些料哦 看起来有没有很好吃啊 这个就是jacket potato 里面有些人会放鱼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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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放一些肉 还有一些番茄 这个就是jacket potato 它这个有加一些肉酱 还有一些沙拉 看起来有没有很好吃啊 好 你们可以自己去上网找那个食谱 自己在家里试着做看看 好 接着呢 我刚刚有说到那个饼干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一种饼干呢 就是妈妈会一直挑 很好吃的那种饼干哦 那个连我都会忍不住要挑的饼干 这样子一盒的饼干 因为呢 他们很喜欢喝茶 喝茶的时候就要配饼干 所以呢 常常你在超市 比如说我们去佳乐福大润发 或者是全联啊 这种超市的时候都会有卖 一盒一盒的饼干 那它的一盒里面呢 像这种 assorted cookies 它一盒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种口味哦 像这种 一盒里面就有很多口味 你看这个就是妈妈一直挑的那一个 里面有果酱的 那也是我最爱吃的哦 或者是巧克力的啊 这样子一盒的饼干 一个盒子打开 里面就会有各种不同口味的哦 这个就是发生在故事里面的那个饼干 讲着讲着 我也肚子好饿了哦 好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咧 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这种有果酱的呢 还是你们喜欢的是巧克力的 我家的妹妹都拿这个有巧克力的哦 然后因为手的温度会让巧克力融化 所以手都 手都是巧克力了哦 然后妈妈就会生气 就会说你不要一直这样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妈妈说 You do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好那我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你们也不要一直跟大人回嘴说 你也有这样啊 你也有这样啊 好因为这样大人会好生气哦 而且大人做事情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除了那个吃饼干啦 吃饼干就是跟我们一样 都是挑自己喜欢的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故事结束了 那你们也要让眼睛休息哦好吗 把手机或者是平板还是电脑关掉 然后让你的眼睛去看圆的地方 或者是扎一扎 扎一扎哦 那就不要再继续看咯 看圆的地方 看树 看山 看绿色的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